1,2,3,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今集节目的开初 要跟大家公布一个重大的讯息 因为大家都看到 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近期我们就人手短缺 在我们电台节目的部分 也有预告了 阿灵 就是我知诚女生平时的另一位拍档 就会下车了 在片中一样 所以我今天也是孤灵灵 实在是独力难知 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理解 我都觉得需要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拍一条片 在片中解释这件事 不是说这个节目就此终止 并不是只是阶段性休息 我都会努力去找我的新拍档 我都不管是比武招亲 还是我要设立科举广纳研裁 总之就会努力的 到时大家就会见到我们的回归 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内容 更好的面貌来和大家见面 大家就敬请期待 我都特刺拍一条片 在今集的内容跟大家说回这个消息 我就不希望要透过冷冰冰的文字 而是我们可以透过阴幕面对面 说回这个消息 希望大家等待我们知诚女生的update版本 一个更加强化的升级的版本 可以在未来和大家见面 因为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 是会一直看着我们的节目 但是因为我真的知道 是有一帮观众是有follow开的 之前有试过有些影片 可能skip了一个礼拜 又或者可能有些时候 很last minute 上片的话 都真的会有观众问 咦?究竟今个礼拜有没有影片呢? 什么时候有影片看呢? 我知道都需要和有追开的观众朋友 有个交代 那就是暂停一段时间 当我们的新拍档出现了 那我们就会以一个全新的组合 来和大家见面了 那当然如果正是说这个消息的话呢 就好像有些悲惨 虽然是期待一个更好的开始 但好像有些悲惨的 所以呢 我之前也有在电台的节目里 有说过 我有等着一些空运的包裹过来 那都趁这个时间 可能和大家做一个开箱啦 那今天的开箱呢 就是关于我很喜欢流冰这一行运动啦 那我之前呢就订了一系列的油票 那我现在都没有看过实物的 那跟大家一起开箱啦 那主要呢就是呢 我订了一套油票 那其实这套油票呢 都真的要抢的 那所以我也很期待开箱啦 我都没看过里面的实物的 那就是雨昇悦然这个 我很喜欢的流冰选手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 我是有follow开这一行运动啦 这一行体育项目啦 就不是说他以后都不流冰啦 那他就转成职业选手 因为其实流冰的世界里面呢 你是比赛的那一批选手 反而是叫做业余选手的 当你呢 由这个业余隐退 转为这个职业选手呢 就会开始参加很多的冰演 那在他转为 向这个职业选手努力的同时啦 再加上他之前 参加了冬季奥运啦 那还有这个对4A条的挑战等等呢 就出了一套的油票 那我们现在呢 来开箱看一下 我真的等了很久 他由日本寄过来啦 那大家会见到 日本过来的 一个包裹 那我因为 方便拍摄的关系啦 我就用Cata Cut开了的 那但是我还没开里面是怎样的 那跟大家一起看啦 我给个镜头看 我自己也看不到 咦 这样 哎呀 好 回来 我们继续开箱 那大家看到呢 他好像都有分了好几个部分 这里有一盒 咦 还有一盒 咦 还有 那这盒呢 就是有三盒的 那它的材质是不同的 最后这一盒呢 你就看到它是有点好像令面的那样 那这两盒呢就是 有点像雅面的 那有些什么不同呢 我们先由它最面的那个开始 那这一个呢 就叫做九岁的我的 黄的Jump 什么叫黄的Jump呢 因为在流冰的世界呢 就有六种跳跃的模式 那其中一种就叫Axle 就是A跳呢 也都是六种跳跃里面 唯一种向前起跳的 那有些人就会说 这个是King的Jump来的 它是特别不同 那因为同其他的跳跃习习不同 那所以很多选手他们会比较不习惯跳这个Axle 这个A跳 那再加它其实呢 因为它向前起跳 但是都是以同样的方向落兵 所以它其实呢就比其他同级的跳跃 或者说同所谓周数的跳跃呢 就多了半圈 所以当你听到4S 就是4周的S跳 那它就是跳4个360度 那但是4周的A跳呢 它其实呢就是再多多 这个180度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就说是它9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 喜欢这个跳跃的了 那有个等生大的U字 Just the way I am 那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里面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就是它小小的样子呢 OK 哇 里面也挺多东西的 那首先呢 就有一些 明信片啦 那就连起呢 有这个的 信封都在里面的 那上歌呢就有它亲笔写了 就是除了签名之外 那这里还有一个日文 就是Zu to zu to genki de i de kudase 就是希望呢可以一直一直呢有这个元气 好 那另外呢 那还有一套邮票就在这里了 那看到这里 是有不同张素的邮票 除此之外 这里应该是有一张 其实也写等生大 所以我猜这个是一张等生大的poster 我又不舍得插 所以 啊 没得看 没得看它插出来是怎么样 那再加呢 其实还有一个包 我觉得内容都好像挺丰富 比我想象中要丰富 那因为 你知道它今次这个纪念价值比较重 除了是 就是 就是 奥运东奥 之后出的一次邮票之外 再加它转向这个职业选手发展 那所以 可能 都设计得比较丰富 那也 亦都 比较难抢的 所以特地和大家分享 那另外 除了这一盒之外 那这一盒是什么来的呢 那它也是关于这个 AXO的一个纪念 挑战4A的纪念 那相线呢 照样子 也是有 代表它的羽毛 它的签名 那下面这里 就写着 The King's Jump 基本上就是说AXO 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不同 好 那切开里面也是有很多东西的 那首先呢 我就看到有 咦 一块疑似毛巾 疑似毛巾 那这块疑似毛巾呢 根据它这里的指示 哎呀 根据它这里的指示 应该就是可以这样摺 用来包水壶也可以 用来放iPad也可以 好 那然后还有 锁匙扣 锁匙扣 就是一个金色羽毛形状的锁匙扣 因为 就是 选手 运动员他们都想拿金的 主要想拿金的 银呢 就比较 不想要的 那上个也有名字 Yau Zlui Hanyu 那 游票的部分 好 那如果大家看到呢 这些是可能他们在公开联集的装扮 那这一套呢 就叫Origin 那这个呢 Maskerade 是一个 表演画 和歌劇美影 歌声美影 Phantom of the Opera 有关的 因为它以前都有一套很著名的Phantom of the Opera 的节目 那这个好像是一个纪念 那样 可以重塑回当时的一些感情 那这一套呢 就是 今次奥运场节目 大家会看到的天与地 那这个也是Origin 那这一套Origin 和这一套Origin 的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套是黑色的 这一套是紫色的 那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 小提琴的画面 就是这个 那这个是表演画 春来了 这个是Romeo and Juliet 它有两个版本 Romeo and Juliet 这个是2.0 来的 至于这个呢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是非常 它非常著名的 其中一个代表了Samei 阴阳诗情名 那还有这个 也是天与地的服飾来的 那另外这边 也有一张大的poster 那这个是一套 比较Rocky的 裙子 大家会看到的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 大家刚刚看的那些大赛 它都是表演一些 比较Classic的曲目 但是其实它有很多 不同的曲目 有些是比较Rocky 有些很Pop 都会有的 那另外也是有File 这个File 好像跟刚才的File一样 其实它的盒子 也有花点心思 就是它会有一些星星在 里面你也会看到有它的名 大家有少少看到 那还有为什么呢 你看到很多东西都是蓝色呢 又或者 为什么大家看奥运的时候 都看到很多选手 都喜欢穿蓝色呢 那曾经呢 就有一个所谓的魔咒 就是说穿红色呢 就很难拿到奥运金的 穿蓝色的肌率 就比较高的 如果你看回历代选手的 那个穿着的肌率的话 那另外呢 还有觉得在这个冰牆上面 蓝色很搭 就好像大家看到 Elsa也是穿蓝色的一样 那好了 最后一份 就是这个 另面的盒装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先 啊 我们也是照样看那个封面 先 Original Frame Limited的 其实这一套 整套都是Limited的 那所以真的 开心分享 和大家开心分享我的喜悦 那大家看到 这里就是有个frame 那上高呢 这个frame 大家可能看得不清楚 但是其实它的边缘位置 是有些英文字的 那其实就是有 它说由九岁开始 它就对这个King's Jump 就是Axel这个Jump 有一种执着 它由九岁开始呢 就听它的恩师说 就说Axel这个Jump 是王者的跳跃 所以它由小到大 都很想去克服这个Jump 练好这个Jump 那它后来就练成 三周半跳 3A 就跳得很漂亮了 那它都成为 这个世界上 很早要去冲击4A的人 亦都比很多后人 看到其实去挑战4A 是有它的可能性在那 那大家就会看到 这个frame 应该是大家喜欢的 油票 就可以双起它 这样的意思 好 那今天呢 我的开箱呢 就到这里了 那也是再次呢 跟大家重新一次 就是我们的节目呢 是Will Be Back 那因为呢 应该是短时间内 最后一次 在知识女生的影片之中 跟大家见面了 那因为我们的节目呢 都是会和 同事之旅的消费啊 和一些购物习惯相关啊 那也都常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网购的内容 那所以 也都趁此跟大家开心 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 私心 我的一些购物和消费的经历 那在这个短时间内 没办法再在影片 再在知识女生影片 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呢 跟大家看了这一次的开箱的 那但是呢 再一次重新 I will be back We will be back 那希望呢 到时呢 就可以有一个更完整的阵容 更好地和大家见面的 到时再见 拜拜